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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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一百讲 秋收暴动 开辟井刚 各位观众大家好 当时故事一杯奖 今天讲的是秋收暴动 开辟井刚 香港边界的秋收暴动 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 领导的一个重点的武装起义 这个武装起义和其他武装起义 所不同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起义部队后来上了井刚山 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为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 讲香港边界的秋收起义 还得从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毛泽东预先讲起 1927年9月9日 毛泽东在安元开了领导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以后 就赶往同古 准备在那里的发动这个秋收起义 就在这个安元到同古的这个路上 被国民党反动民团抓获 这些民团就认定毛泽东是共党分子 准备把他押到团部去处死 这一路上看管得非常严 一步一步向团部走去 到了离团部200米左右 毛泽东求了一个机会就逃脱了看管 马上向旁边跑过去 跳进了一个水塘 这个水塘里长了很多草 这个草长得很高 能够把人啊挡住 毛泽东就在这个水塘的这个水草丛里堵藏 民团慌了 到处搜查 结果就是没有发现毛泽东的影子 后来还找了几个农民在四处寻找 有几次已经走到了离毛泽东支持之远的地方 伸手就能抓到了 可是他们因为这个水草非常茂密 没有发现 就这样子 等到天鹿下来 毛泽东一看民团这些人走了 他才从水塘里出来 鞋子也掉了 他一路上翻山越岭 整个脚啊都磨伤了 在走了一段路以后 到了一个小急症 他把身上尽有的两块银圆 买了一双鞋子 买了一把雨伞 再买了一点食品 等他到了铜骨时候 身上只剩了两个铜板了 1927年8月3日 中共中央拟定了一个 关于乡 鳄 岳 干 四个省农民秋收起义的大纲 在这个大纲里 要求在大革命时期 群众比较好的 湖南 湖北 广东 江西四个省 要爆发秋收起义 8月9号 中央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 决定委任毛泽东 为中央特派员 到湖南去指导工作 他的任务有三条 第一条 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 第二条 全权处理改组湖南省委 第三条 是领导发动秋收暴动 为什么选定毛泽东 来领导秋收起义呢 这里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因为毛泽东对农民运动多有研究 毛泽东出生在农村 在学生时代 他就游列湖南的很多乡村 大革命时期 他举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 后来又发表过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些很重要的著作 他对农民运动非常熟悉 而且具有权威性 第二条 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愿 大革命失败以后 中央组织党员国干 特别是党的领导国干 疏散到各地去 当时想让毛泽东到四川去躲避 毛泽东给中央反映意见 他不愿意到四川 他还是愿意留在湖南 在这里开展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聚秋北 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问他愿不愿意留在党中央工作 毛泽东表示 我不愿意在城市里住高楼大厦 我愿意到农村去 第三个原因 就是湖南省委的意见 在巨秋北征求毛泽东意见之前 巨秋北也征求过湖南省委的意见 湖南省委明确提出 希望毛泽东回到湖南 领导秋收起义 由于这三个原因 所以中央就决定 毛泽东作为特派员 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8月12日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 从武汉来到了长沙 为了搞好秋收起义 他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他到了长沙县的板昌 这是阳开会的家乡 在这地方 他找了五个农民 他找了一个教师开座谈会 了解当地的民情 在这个座谈会里面 他有两点影响非常深刻 就是农民普遍要求 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因为土地问题 这是农民生活和前途的大问题 第二个影响 国民党的旗子 现在已经不能打了 过去大革命时候 国民党的旗子很香 大革命失败以后 大量的屠杀 共产党和工农群众 这时候国民党的旗子 就变成新军法的旗子 这个旗子不能再打了 为了能够更好的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被中共中央 任命为中央特派员之后 亲赴长沙 做了大量的广泛的调查工作 可以说 此时的毛泽东 对于湖南的情况 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 那么他对于秋收起义 提出自己怎样的构想呢 毛泽东经过农村的调查以后 得到很多的启发 所以8月18日 在湖南省委开会的时候 他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次会议上 做出了三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 这个起义不再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子 因为南昌起义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 这次秋收暴动 就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第二点 关于起义力量问题 有的同志在会上说 主要依靠工农武装的力量 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 说光依靠工农武装的力量 成功的希望比较少 至少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 来配合这个起义 才能取得比较大的成功 第三个问题 就是起义的地点问题 当时中央要求湖南全省暴动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认为 这个条件现在还不成熟 最好是在边界的几个线 条件比较好的 基础比较好的几个线 先发动起来 然后再桌布扩展 湖南省委把这个意见 报给了中央 毛泽东也以个人的名义 写信给中央 但是中央否决了他们的意见 还要实行 全省的总暴动 然后以夺取长沙为目标 湖南省委到8月30日再次组织讨论会议 认为现在全省同时组织暴动 条件并不成熟 还是应该在基础比较好的几个重点的线 想发起秋收暴动 然后再桌布地扩大 湖南省委在确定要举行秋收暴动以后 成立了一个前敌委员会 前委的书记由毛泽东担任 到了9月初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前委书记的名义 到安元来组织军事会议 当时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师长是于沙杜 总指挥是卢德明 下面设了三个团 第一团是以武汉警卫团为主干 配合了一些工农武装的力量 第二团是由党领导的安元矿警队 和工人纠纠队组成 第三团是由湘潭等地的工农武装组成 这三个团一共的兵力达到5000人左右 这个军事会议以后 毛泽东首先把这个起义的计划 告诉在同古的第三团 然后让同古的第三团转告师部和第一团 就在这时候 毛泽东开始从安元向同古进发 在路上就出现了开头所讲的遇险的那一段故事 9月10号 毛泽东到达了同古 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秋收起义部队这时候已经发动了 三个团分三路撮发进攻 战斗进行的并不顺利 秋收起义部队的第一团 从修水撮发向平江进攻 在这个路上呢 第一团收编的一部分部队发生了叛变 结果他夫背受敌两面加攻 损失比较大 第二团从安元出发 开始还比较顺利 但是思想很麻痹 有轻敌的倾向 第二天 大批的敌人破来 一下子招架不了 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第三团从同古出发 开始向敌人进攻 在这个进攻开始的时候 还打了一点小的胜仗 但是后来敌人分两路 来包抄第三团 第三团就坚持不下来 就退出了战斗 所以说秋收起义的三个团 进展的都很不顺利 到了9月19号 部队到了文家寺 就在文家寺召开了一个前委会议 讨论秋收起义部队的下一步行动 该怎么办 在这个会议上 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施然于傻度 就坚持要共打长沙 因为这是中央决定的任务 不能改变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全省的起义的高潮 还没有出现 而长沙有强敌固所 经过几次战斗 五千的起义军 已经剩下了一千五百人 就以这一千五百人去进攻长沙 显然是不现实的 所以他主张 取消向长沙进攻的这个计划 部队南下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这些措施 不为当时左群的中央所接受 很严厉地批评毛泽东和湖南省委 认为他们是右倾逃跑 是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 中央还做出了一个决定 要开除毛泽东出这个政治局 因为毛泽东当时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说毛泽东犯了右倾的错误 拒绝执行中央的命令 要开除出政治局 这个当时没有电报 也没有文件 就是口头一击一击往下传 一直到1928年的2月 这个信息再传到秋收起义的部队 这时候秋收起义的部队 已经上了井冈山了 因为层层口传 传误了 误传委开除毛泽东的党籍了 那么毛泽东不是党员了 他就不能当前委书记 只有改过来当革命军的司长 后来毛泽东还幽默地说 我还当了一段民主人士了 不能当前委书记 改成了司长了 9月20日一早 习一军的部队 在文家寺里人学校的操场集合 这时候官兵的情绪都比较低落 毛泽东在这个大会上讲话 说同志们 我们革命受到了一些挫折 大家大家不要回心丧气 胜败乃兵家常事 只要我们振作起来 我们想办法再继续发展 革命还是有希望的 同时在这次会上宣布 取消打长沙的计划 部队继续向南转移 毛泽东在这个操场 集合的全体官兵大会上说 万事开头难 我们革命受到一点挫折 大家不要灰心丧气 让我们转移到南方去 转移到一个山区去 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继续力量 再图革命的发展 毛泽东讲话 提高了大家的信心 部队又继续向南进发 在进攻长沙受挫之后 起义军被迫南下 而毛泽东也因此遭到了中央的处分 南下之路充满了艰难和险阻 那么究竟起义军还会遭受到怎样的打击呢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 秋收起义的部队会不会迎来新的转机呢 起义军在北色恐怖的环境里 向南的转移啊 是极其艰难险渥的 在路上不断地受到 国民党军和反动地副武装的袭击 特别是第三团 在路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这时候 总指挥卢德明挺身而出 为了挽救部队的损失 带着一些部队冲上去 就在这么个情况之下 卢德明在战斗当中牺牲了 当时年近二十三岁 卢德明在秋收起义的部队当中 有很高的威望 他的牺牲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这时候部队继续向南进 一方面是艰苦的行军 再一方面是不断受到敌人的干扰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部队比较涣散 再加上伤兵员都比较多 部队的战斗检员和非战斗检员都比较多 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的人动摇了 有的逃跑了 还有的叛变了 部队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 很多同志担心 这个部队再这样子下去 就会垮掉了 9月29日 秋收起义部队到了三湾 三湾这个地方 是在群山环抱之中 周围都是高山峻岭 在这里没有国民党的部队 也没有反动的武装 这是秋收起义发动以后 第一次得到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修整 在三湾一共待了五天 前委决定在三湾进行改编 三湾改编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对部队进行整编 把原来工农革命军 第一军第一师 缩编为一个团 变成工农革命军的第一师 第一团 第二个措施 在起义部队当中 普遍建立党的组织 要把这次队伍带好 没有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除了在团 营建立党组织以外 还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支部建在连上 在班牌建立了党小组 这样子整个部队从上到下 党的组织就比较健全了 第三个决定 实行民主制度 废除体罚士兵 各个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 士兵有说话的地方 因为前面 这一段行军过程 打仗的过程 都发现一些旧军阀的吸气 打骂士兵的现象 多有发生 官兵关系比较紧张 所以三万改变的第三条 建立这个民主制度 三万改变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 他建立了党的组织 支部建在连上 这就给部队有一个团结领导的核心 又施行了民主制度 官兵一次的原则 所以三万改变 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 具有重大的意义 秋收起义的部队 在离开三万的时候 毛泽东 把所有的 纸专员 集中在这个风速屏下 这时候秋收起义的部队 只有八百人左右了 毛泽东做了慷慨戒昂的讲话 说同志们 大家想想 贺龙两把菜刀闹个命 现在当了军长 我们现在还有两个营的部队 还怕什么 只要大家团结奋斗 前途是光明的 秋收起义从发动以来 一直到这个三万改变 历经挫折和失败 大家情绪比较低落 经过三万改变 特别是毛泽东这一番 鼓舞人心的讲话以后 大家又重新振作起来了 10月3号 起义部队到达了宁港县的古城 当天晚上 毛泽东就在这里 召开了古城会议 古城会议 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就是要把部队开到 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去 在这地方积蓄力量 修养信息 然后再发展壮大 这个决定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重要转的时期 选择更命的一个落脚点的一个会议 选择井冈山作为更命的落脚点 这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一个决定 其军一路南下 找了好几个地方 终于感觉到井冈山这个地方 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落脚点 把更命的落脚点 建立在井冈山 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 井冈山远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分析 因为中国是一个半人民帝 半封建的国家 这个封建的格局非常严重 各派的这个军阀都在抢夺地盘 相对来讲 在两个省和几个省交界的地方 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弱 再加上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 这就为革命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落脚点 第二个原因 是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 井冈山周围的 像宁港 莲花 查林这几个县 在大革命时期都有党的组织 大革命失败以后 虽然群众运动受到了镇压 党组织受到了损失 但是它的影响还存在 尤其是井冈山上 还有袁文才王佐 这两支武装曾经受到党的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力量 这也为建立根据地 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第三个因素 井冈山地区 它基本上是一个自己制作的农村经济 它也有水稻 也有村庄 能够满足一般的这个根据根据地所取的要求 当然以后发展了 它就感觉到比较困难了 这个农村自给自作的农村经济 对建立根据地是很重要的 第四点 井冈山的战略位置非常有利 井冈山是从山峻岭 和外面的交通基本格局 只有几条小路能够上山 大部队斩不开 所以在这么一个地形之下 前可进 退可守 从它的战略位置来讲 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有利的 位于罗霄山脉之中 崇山峻岭间的井冈山 可以说在当时 是作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二之选 井冈山不仅远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 具备良好的战略位置 更是有着丰富的物资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使得毛泽东在古城会议时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井冈山作为了落脚点 那么只具备这些条件 还不足以使井冈山成为一个先进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和前委 又会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怎样的建设呢 而这些举措 又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请继续收看 党史故事一百讲 秋书暴动 开辟井冈 当然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 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他首先要取得袁文才和王佐的认可 才有可能在这里扎下来 毛泽东 率领 秋书起义部队南下的过程当中 袁文才已经得到了消息 这个人非常敏感 他就担心 这个毛泽东带来的队伍 会不会火拼山寨 把他这个地盘给占了 而起义军的内部 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认为这不就两支部队 就是几十条枪 我们把它包围起来 一下脚戒 井冈山不就拿下来了吗 毛泽东说 不行 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这个办法 我们搞革命 要团结越来越多的 包括陆林好汉在内 我们要用正确的思想 来引导他们 改造他们 毛泽东当时就做出决定 要送一百条枪 给这个王佐的部队 在农村起义的这些武装 最起少的是武器 所以这个是袁文才 没有料想到的 他不仅没有带部队来威胁我们 还主动提出送一百条枪给我们 所以袁文才非常感动 也回证了毛泽东八百银员 作为军饭还给了一些物资 这样子双方就基础交谈起来了 井冈山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但是怎么把这么一个落后的农村 变成一个先进的革命根据地呢 这要做大量的工作 在这个期间 毛泽东和前委在井冈山建设上抓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就是首先抓好军队和地方的挡舰工作 军队的挡舰工作经过三万改变 基本上已经就绪了 接下来就是革命军 怎么帮助井冈山地区的地方来建立党的组织 没有党的组织的领导根据地是很难巩固的 经过各个方面的努力 建立了四个县的县委和一个特区 这样子的党的组织就在根据地的军队和地方当中 普遍建立起来了 第二件大事就是把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结合起来 当时军队还有些同志只顾打仗 忽略做群众工作 所以这时候在井冈山根据地上 就强调军队不仅要打仗 还要筹款 还要做群众工作 实际上三大任务在这地方已经提出来了 第三件大事就是建立地方政权 只有把地方的政权建立起来 根据地才能巩固 1927年11月 打下查林以后 当时的建立的政权 还是延期过去的县政府的那一套 后来毛泽东发现以后 说这样不行 我们要建立新型的地方政权 就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 建立了第一个查林地方政权 随后又在宁港 莲花 随川这几个县 先后建立了地方政权 有了地方政权 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就走上了正规 在根据地建设上 抓了这么三件大事 以宁港为中心的第一个农村根命根据地 就打下了基础 开创了新局面 井冈山根命根据地的开辟 是一个创新 它在中国根命的历史进程当中 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 怎么来看井冈山根命根据地的历史意义呢 我想注重强调三点 第一点 井冈山根命根据地 是中国第一块农村根命根据地 井冈山根命根据地的建立 给全国各地根据地的建立 竖起了一个样板 后来中央也以不同的方式 推广井冈山的经验 所以到了1930年 我们全国建立了十几块 革命根据地 形成了新型之火 可以燎原的大好形式 第二个重大意义 是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这是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国家 政治不平衡 经济文化也不平衡 在这么一个国度里 要进行革命 首先是要建立一个农村根命根据地 以农村根命根据地为出发点 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这条道路 而这条道路就是从井冈山开始开创的 第三条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学术 大家知道 马克思也好 列宁也好 他们领导的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 而中国的革命 以井冈山为代表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就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这么一个独特的道路 这样子在革命的时间上 就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特别是暴力革命的学术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井冈山的革命道路 它标志着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条道路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 留下光辉的意义